香港特首曾应全公职人员行为不当罪程 判刑20个月 身体不适的曾应全早上由求车押送到法院来聆听判刑 法官最后是判处他20个月的监禁不得缓刑 曾应全成为了香港历来最高层级官员被判刑坐牢的案例 曾应全的太太跟儿子等等人离开法院的时候表示会提出上诉 并且形容这是最黑暗的一天 而曾应全涉嫌收受利益案则会在9月重审